聯合社會長 輛車鄉狀的情況危急 因為白車副駕駛座內 一名三歲女童被撞到身受重傷 嘴巴有磁裂傷 舌頭也有斷裂情況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然後有一個 他轉彎 還有一個是執行車 然後兩個都撞在一起 然後一個中央電線桿 他就一直搖搖搖 他是撞在那個駕駛的左邊 然後駕駛的沒什麼事 那搖一下車床在講話 後來他們單駕去抬 就把那個站 好像是副駕那邊 把一個人抬 我只看到你在做CPR那邊 女童沒有依照規定 坐在後座的安全座椅內 而是坐在部駕駛座 還沒系安全彈 經過醫院搶救 已經恢復生命跡象 我們是研判 是不是那個 被那個氣囊爆裂 被造成胸腹這邊受傷 黑車駕駛說 是因為視線死角 才撞上白車 那個路口都是綠燈 但是你要左轉 你要轉彎車 要有離浪執行車 依照規定 又同沒坐安全座椅內 這白車駕駛將被罰 土豪中心新北報導